来看体育消息 HBL高中篮球联赛 能人家商上个学年完成二连霸 这个赛季预赛阶段也以全胜的姿态晋级 不过能人到了复赛 前三战吞下两场败仗 教练林玉镇希望球员克服压力 才能够在另进当中有所成长 能人射手陈伯红三分破网 希望能够复制前一场的胜利剧本 不过全队没能调整到最佳状态 中场以二十分之差败给南湖高中 吞下复赛第二败 现在后面呢其实每个队伍都很接近 压力一定都是有 那球员除了在球场上要怎么样克服压力 他这样子必须要 他知道怎么克服压力他才会成长 尽量不要给自己压力 就假如今天输球 就把今天不好的地方 把它转换成好的地方 带上拼战的陈伯红在外围开火 能人内线则靠着中锋赖英杰拼抢篮板 在篮下讨生活的赖英杰前一场挂彩 还封了十三针 这场比赛还是奋力为球队抢下十六个篮板 我希望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受伤的伤口 就全身关注在球场上 然后希望篮板可以把他抓下来 他是其实是我们篮下很重要的一个中锋 那现在如果球队少了他的话 其实在整体的战力还是会影响蛮大的 能人背负着未免压力 这一次复赛打来并不顺利 教练林玉政对子弟兵有更多期待 球队就是几个点 你外围要开才会有里有外 所以他必须在心态上面 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最后一年就希望打一个好成绩 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因为大家都很不看好我们这一个队 都是说是靠学长打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证明给他们看 抛开过去的荣耀 能人希望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继续往前挺进 将实力证明给大家看 联合报系许家荣 曾思如张一琪 高雄报导